聆聽 正常的分享 大家好 我是保羅士捷的這個負責人 叫我阿強就可以 那很高興今天能夠跟大家分享我們正在一個努力的夢想 那俗話說團結力量大 那我想再做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事情 那更是如此 所以我們保羅士強調以強扶弱的精神 那我們要讓青年跟銀法能夠一起透過農業策展 來改變我們的飲食的一些行為 然後進而創造社會影響力 那我們團隊的背景組成呢 本身是一個文創設計營運的一個背景 那我們在100年3年開始就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社區營造的活動 然後讓民眾了解在地的一些文化故事 那也透過一些設計思考工作方 讓在地產生一些服務旅遊的一些體驗 那直到在去年我們辦理一個水果長角的工作方 那我們其中有一場叫做農業大對談 農業大對談 當時我們邀請了兩位很重要的一個貴賓 一個是社會運動農業社會運動的代表 叫好人會館黃隆敦先生 那另外一個是他的相反 就是在農業商業上最強的就是 我們台灣最大的通路商 太陽升仙太守之商 然後我們邀請他們兩個還有其他一些貴賓 一起來討論我們台灣的一些農業問題 那於是這兩個一個是站在社會運動的觀點 一個是站在商人的觀點 所以兩個當然是很多不同的衝突和火花 但是呢不管這個衝突多激 也該是至少得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台灣的農產業它不能只是站在所謂的生產 或是行銷單一的一個方式來解決 它必須要一個系統性和一個企業管理的方式 循序漸漸去改善 而不像可能用社會運動的方式 可能每次有一些農害 然後我們就用社會運動來召集 然後可能下一次又一樣的發生 對那也因為這樣就是我們認識的這個太陽升仙董長 那他們覺得說我們可以一起來投入農產業 尤其是希望可以透過設計師的角度 用設計思考系統化思考來導入農產業 然後於是我們就開始進行農業治癒 那剛好在去年農縣能夠申請到省經 終於有一個基地來落實這些計畫 那在整個市運的過程中呢 我們團隊依然持續關注一些不同的議題 他辦理不同的活動 然後也到了不同的農業現場去瞭解一些食材的故事 以及農業的文化 那到去年我們也針對了這個世紀幼元 115名的小朋友 讓他們來省健院 來讓他們來做一些食農教育 他們說食材的一些特色幾好 那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學習到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重要的是我們發現到其實設計 不單只是要解決產品與服務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他要創造人跟人之間的一個相連 進而解決社會問題 好那講到社會問題 那就要進入我們的正題 我們寶石在談的社會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在談的就是 中高齡的一個退縮人口老化 其實在2015年就去年 我們人口老化指數已經達到100% 那到2026年可能會變成就是 一個青年人就是至少要扶養三個老年 那在這樣的一個社會問題下 其實我們會知道 我們就會增加這個什麼 人口老化越嚴重 退休的口業越多 其實青年人的負擔就越重 整個社會成本也就增加了 可是我們也在思考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假設一個青年人要扶養三個老年 那是連三個老年人 其實也可以支持一個青年事業 透過彼此互相扶持的方式 讓中高齡的勞動力可以再投入 然後支持青年的事業 那同時也可以讓這些老年人 活得健健康也可以吃得健健康 對 那剛好去年就有一部電 叫中高齡的實習生 他就要談 其實影法族 他的勞動力優勢來講 就是他具有豐富的智慧跟經驗 是可以傳授給青年 而青年人呢 他非常具有熱情可以去衝刺 好 那這裡面問題來了 假設我們要開始展開這樣的一個 青年跟影法的連結 那我們要怎麼樣開始促進他們連結 我們想 假設其實現在有些青年 他其實不會講台語 老年人就只會講台語 其實這個就造成一些 對話上已經有一些帶走 所以我們不想要從 一般的交談開始 我們想要從飲食 就是吃開始 因為吃是不分年人 我們從出生到死都在吃 而且吃 假設你吃了美味 就喔 怎麼那麼好吃 這個時候就開始產生對話 從吃 從飲食 開始談到料理 所以我們要從飲食開始 那從飲食開始 那從飲食開始 剛好在這個米蘭四婆 他最近提了一個慢食的概念 就是說談這個慢食 他不是表面上 在慢慢吃的一個字 他更重要的是體現 從飲食 體現一個食物的精神 還有他的一個故事 那我們要如何挖掘 食物的精神故事呢 那其實就要回到 我們的第一現場 就是農業開始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 將這些食物的精神跟故事 是能夠帶往消費的現場 讓消費者能夠接觸 那在談這之前 我們就要先從設計開始談 在設計 他以往在製造業跟服務業 他帶來許多的商業的影響力 還有商業的價值 那他同時其實也可以創造 很多的社會影響力 所以我們的構想就很簡單 就是我們要將設計師 帶往這個農業現場 然後讓他們透過設計 能夠連結食物 社會人類之間的可能性 創造更多的不同的可能性 進而改變消費者的一個飲食行為 然後支持在地的作物 對所以呢 不好意思回到上一頁 就是其實以食物設計來講 其實他有很多範疇 譬如說透過食器的設計 來改善一個飲食的體驗 或是透過食物藝術 食物場域來呈現食物的一體 或是透過料理擺盤的方式 傳遞一些食物的媒介 那保羅斯基的食物設計 我們提的就是用農業策展的概念 農業策展就很簡單 其實我們就希望透過策展的方式 能夠讓食物拉近人間的距離 用很生活的方式 譬如說好 今天消費者 他今天去一個超市去買菜 他絕對不會只是買單一的蔬菜 或是只買那個單一的品項 他的腦中他想像的一個畫面 是今天他要煮什麼樣的料理 或是他的可能他的老婆交代 他今天想要煮這個料理 你要幫我買這些食材 他其實要的是一個方案跟主題 所以我們農業策展是希望透過食譜 跟故事的方式 讓引導消費者去購買需要的食材 然後同時能夠了解背後的一些食材的文化 還有料理的方式 以及他的一些來源 讓消費者能購買的安心 好 那農業策展我們要如何開始呢 事實上 對 不好意思 就是說農業策展其實我們另外構想是 我們可以依照不同的當季的作物 然後結合串連 甚至結合一些手工食材 譬如說果醬 或者是優格 奶酪等等 讓他開始有更多的主題 而且我們可以依照不同的當季去做一些策展主題規劃 那我們要從怎麼樣開始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讓青年設計師找到保釋錦 然後我們帶他們今天到農業現場 與最好的老師農夫學習 那在農業現場跟農夫學習 你可以學到什麼呢 比如說跟大地的有尼普賢 他跟你教你怎麼樣辨識的這些食材 怎麼樣的食材是好的怎麼樣是壞的 然後透過吃的方式 了解原來有機的小黃瓜是這樣的味道 然後一般的小黃瓜是怎麼樣的味道 因為他的小黃瓜 他最有知情的說 只要踩我的小黃瓜 你不用洗 你可以堅持 而且你摸上面還有果粉 果粉代表是天然健康的 而且他摸起來上面是刺刺的 其實這些知識就是讓社會機器可以帶回去 開始落實所謂的食農教育 那另外一個呢 則是去看到一個部落ending 他怎麼樣透過他的一個社群影響力 號召部落人一起投入這個自然農法 那其實除了跟 在農業 除了跟人學習之外 其實我們也要跟生態環境還有動物學習 例如說這個大福有進農場 他的蘋果他有一個特色 就是被鳥捉過的蘋果 其實被鳥捉過蘋果 然後鳥還可以非常的活潑 那代表其實這個水果是無毒的 那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故事 用鳥捉過蘋果代表天然無毒 比你自己寫還要更有說服力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環境面 就是我們去了這個 柳山大地的社會企業 他在談的是一個生態保育和有機 他們是透過有機的方式來種植菱 可是他有機靈角背後的一個生態價值就是 因為透過這樣造成的生態保育 讓原本瀕臨絕種的這個動物靈波仙子 回來了 對 那其實這個就是他這個一個農業食材的一個故事特色 那假設今天他單純只是賣靈角 沒有把這個故事特色展現出來的話 其實消費者也不知道 對 好 那我們讓這些設計師呢 學習完之後 讓他們成為 就是開始成為策展 開始討論 這些農產品可以做什麼樣的一個主題搭配 甚至有什麼樣的一些料理體驗活動 然後再依據我們的當地的黨情 去開始辦理不同的農業策展 然後讓消費者可以知道 這裡面有哪些好的商品跟食材故事 好 那舉例來講 我們第一期的這個農業策展就是台灣蒜頭 那我就要講的 我們在談農業策展並不是單純的擺攤 就是把蒜頭擺上去 然後說來自於哪裡 然後就開賣了 那這樣子就不是策展 我們希望透過策展 可以產生一些食物的消費者不知道的價值 還有故事 所以我們用了這個黑蒜頭 然後另外也用了一個故事體驗形象 就是吸血鬼也愛的黑蒜頭 因為一般吸血鬼看到蒜頭就會跑 而且它是臭的 可是吸血鬼為什麼會這麼愛 是因為這個黑蒜頭 從白蒜頭變成黑蒜頭過程中 它其實就味道漸漸的變成是比較像蜜餞跟羅漢果味道 然後接下來透過這個策展的方式呢 讓大家知道它食材的好處跟料理的方式 然後也賦予它一些故事 還有一些文案 讓消費者知道 這個黑蒜頭好在哪裡 甚至用料理體驗的方式 我們故意在外面烘煮這個黑蒜頭雞湯 為什麼要故意在外面 很簡單 因為這個味道會四處上傳 然後社區的那些婆婆媽媽就被引過來 說為什麼這麼香的雞湯怎麼煮 我說我加黑蒜頭 黑蒜頭是什麼 又開始產生了對話 可是這些媽媽們呢 非常的有競爭力 就是說 他不買你的黑蒜頭雞湯 他相信他的雞湯最好的 所以他們就買了一大堆黑蒜頭回去煮 然後再來跟你講 我怎麼煮的 然後比你更好 其實這個就已經開始促成 我們想要的就是青年跟銀髮的對話 透過飲食開始 好 我們農業策展下一個議題就是醜蔬果 其實國外很多超市是會販售醜蔬果 甚至把它認為它是一種藝術的一個呈現 好 那保羅斯基要怎麼做呢 保羅斯基也是知道 其實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蔬果 那我們不會用醜來定義它 其實我們會說 它是非常有個性的 每個蔬果就像人一樣 它有自己的創作 有自己的長相 還有自己的性格 對 那我們用果汁體驗和調配影片方 讓大家知道 這些東西它不是表面醜 而代表難吃 而是他們其實是很有個性 但是他們一樣非常的好喝和好吃 藉由這樣來推廣我們的這個醜蔬果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在談 我們台灣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農產業 就是會有災害的問題 那這是最近的 對最近剛好有一個局農 這個很緊急的打電話過來說 欸是他兒子 他打過來說他有五千斤的虛值受含害 然後他爸爸覺得很非常的無奈 這五千斤的虛值是報銷的 然後老農的觀點是什麼呢 不能放在市場上賣的水果 就是LINE就是不能賣 就是要放到LINE 可是他兒子不忍心 所以他兒子就一直FB給我們 說怎麼辦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知道 三個豬葛亮生過 欸說錯 三個臭皮像生過一個豬葛亮 所以我們就達人跟我們就開始討論起來 這些橘子可以做成什麼樣的料理 具有附加價值 然後我們在研究這個食材 然後我們發現其實可以做果醬 可是這個果醬 我們不要單純只是果醬 我們希望可以把皮的元素加進 讓它更有嚼勁 而且更有香味 對那我們就開始在製作 然後這裡面我們發現到這個桶乾有個特性 就是他這個白色皮非常多 其實會造成色味 所以他必須要能夠被去除 然後去烘煮 然後最後呢我們還把它 短片沒有 幫我按一下謝謝 對然後現在我們把它拍成了一個短片 讓大家知道這個食材 可以怎麼樣運用和製作 對那影片的最後呢就是我們會讓他呈現說 我們不會只會白色果醬 而是會白色果醬的相關 比如說加在優格奶酪或是貝果上 就讓消費者知道說 你買的不是果醬 你買的果醬是可以搭在你生活中的一些飲食習慣 對 好那也因為這樣他爸爸看到了這些畫面 而且發現我們正在做這些事情 他覺得有點感動 所以他立即又馬上踩了更多的橘子 寄來保護市集 因為他覺得其實這裡面是能夠 這些水果是能夠被市場接受的 而不是像現在的一個超市一樣 對好第二個議題是輕盈見學 其實我們知道就是像剛剛提到 用料理跟飲食的方式 是可以促進很多交流對話 那我們希望透過料理飲食的方式 能夠讓策展人去跟這些飲法族開始有交流 然後讓這些飲法族呢 可以成為這些食材最佳的一個故事的一個解說員和分享者 對 那成為這些成為策展解說員 那其實可以改變我們現在市集的生態 一般市集我們看到都是很多的手作達人 跟小人來現場分享他們的故事 或分享他的東西非常好 非常具有這個故事 可是我們希望其實是希望讓他們去賠利這些飲法族 然後這些飲法族可以變成最佳的一個故事的解說員和代言人 而這些達人呢 可以回到他的店面繼續堅持他的創作 小龍呢 他就可以回到他的農產地 繼續把他的農做好 這樣就變成說 青年跟老人開始有一些資源的美衡 讓飲法族的中高齡 退休勞動力可以再投入 然後並且可以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那其實我們就是讓青年跟飲法串連 然後透過農業策展可以分享更多的食材故事 然後進而到社區影響 讓更多的老年人可以走出來學習和互動 那我們希望青銀鮮學其實就像我們的店面 就像一個青銀社區的概念 可以串連很多農青大人 促進更多的一個建學內容的產生 然後甚至擴起到整個台灣 讓這個社會影響力做得更大 所以我們保持在談的是什麼 就談了一個飲食的社會影響力 從食物的影響力談到 透過吃的行為 產生社會影響力 透過策展 產生食物與人的對話 然後探索食物背後的文化 以及農業議題 那我們希望透過青銀鮮學活動呢 去展開一場食物與人 食物與社會 食物與環境的一種飲食生活想念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分享完畢 謝謝